漂亮女孩遭遇职场骚扰 原本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益 结果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许家布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阿根廷恐怖电影《天怒》 人山人海的礼堂里 大家都为了庆祝著名作家斯特的新作而来 发布会刚一结束 斯特就被大全的记者和书迷围了起来 大家争先恐后的想要采访他 可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挤了过来 他告诉斯特 露西要找他 如果不想闹得太难看 最好前去赴约 可就在斯特上楼后不久 大家就听到有人跳楼的声音 所有人都朝着那个方向涌去 只有刚刚传话的男人 愣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的盯着楼上 然后电影正式开始 女主露西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她利用暑假时间找了一份兼职 就是给著名作家斯特做助手 平时主要负责一些打字工作 偶尔也会帮忙照顾斯特的女儿宝丽 因为露西也有一位同龄的妹妹 所以和宝丽一直很聊得来 露西说 或许下次可以让妹妹蒂娜 一起来 可斯特的妻子并没有接话 而是提醒她回去的路上小心 斯特的妻子阿梅 曾经是一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但后来不幸遭遇了车祸 职业生涯也因此被中断 受不了巨大打击的她 自此便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一直到女儿宝丽出生 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 不过偶尔还是会失控 所以宝丽从小就是斯特在照顾 斯特对她也是十分宠爱 这天露西和往常一样 去斯特家里上班 进门时 刚好碰到阿梅和宝丽准备外出 看到是露西来了 宝丽特意跑回房间 兴高采烈的拿了一张画给她 上面画的是他们一家人和露西 露西心里十分感动 之后露西把从父亲那里 拿来的圣经交给了斯特 希望里面描写的 关于同态报复法的另一种看法 可以为她的写作提供灵感 斯特说 世界所有对于复仇的看法 无非就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但在斯特看来 最致命的不是用同样的办法 去报复施暴者 而是应该制造出相同的痛苦作为惩罚 说话间 斯特不小心透过灵口 看到了露西的胸 而露西则丝毫没有察觉 斯特突然愣了一下 然后又立马回过神来 继续讨论自己的看法 他说就像是那位导致阿梅受伤的粗心司机 即便是让他和阿梅受一样的伤 也根本无法弥补 对阿梅事业造成的伤害 露西觉得 斯特说得很在理 表示完全认同他的说法 接着 两人开始继续上次的创作 斯特口诉剧情 而露西则负责记录 斯特写道 书中的女主角身上 有一块硬币一样的疤痕 露西说 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疤痕 说着便掀开了衣服 斯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膀 然后情不自禁地吻了露西 露西被吓了一跳 他质问斯特在做什么 可斯特却说 是露西一直在暗示他 露西觉得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于是便愤然离去 留下了斯特独自愣在了原地 他一直在想刚才的事 直到听到阿梅他们回来的声音 阿梅看上去非常激动 一直在训斥宝丽 斯特赶紧把宝丽带走 让阿梅可以平复一下 斯特安慰阿梅说 明天他会和阿梅他们一起出去玩 可阿梅担心会耽误斯特的工作进度 斯特说露西已经辞职了 因为他要准备补考的事 另一边 露西回家后一直郁郁寡欢 最终在母亲的追问下 说出了真相 之后母亲带着露西去找了律师 准备起诉斯特性骚扰 但是因为没有目击证人 所以需要双方当面对质 然后再协调具体的赔偿金额 可等到了调解的这天 斯特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直接签了一张支票给露西 还把那本圣经也还给了他 露西感到很意外 他从未见过斯特这样 调解官告诉他 可能跟他最近的遭遇有关 原来就在几天前 阿梅和宝丽都相继去世了 那天法院的船票寄到了斯特家里 结果却先让阿梅看到了 阿梅受到了刺激直接并发 然后在给宝丽洗澡时 失手将他杀死 等阿梅清醒过来之后 发现宝丽已经断气了 出于内疚和痛苦 阿梅选择了吃药自杀 等斯特回到家时 发现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接着他又看到了桌子上放着的船票 这也是为什么 斯特在签了支票之后 会一脸怨恨地看着露西 露西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他看着那张宝丽送给他的画 心里很是难过 为了让露西尽快走出来 家人们提议一起去海边度假 可就在露西去接热水的时候 却意外看到了斯特 露西被吓了一跳 他一路跟着斯特 发现他竟然在和别人私会 露西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家人 他觉得斯特是故意来这里的 因为他之前告诉过斯特 他们在这里有房子 可家人们都觉得露西太过紧张了 斯特没有理由特意来跟踪他们 晚些时候 露西和妹妹蒂娜在沙滩玩耍 可是却突然刮起了大风 所有人都赶紧躲进了屋里 只有二哥还在外面 确认是否有被困游客 结果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接到了二哥因为救人而遇难的消息 露西还在人群中看到了斯特 可再一抬头 发现他又不见了 之后作为牧师的父亲 亲自主持了二哥的葬礼 他安慰露西不要内疚 这只是一次意外 可露西不知道的是 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天露西接到了大哥的电话 他告诉露西 今天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 露西说 自己最近一直在准备考试的事 差点就要忘记了 他赶紧向父母表示问候 母亲说他们都很好 他正在准备蘑菇等下做给大家吃 简单的问候之后 露西就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可突然 他被一阵电话声吵醒 打电话的是大哥 他告诉露西 父母出事了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得到消息后 露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 大哥告诉他 父母出事是因为食物中毒 母亲的肝脏严重受损正在抢救 而父亲则没停过来 听完这些 露西犹如五雷轰顶一般 他问大哥 是不是因为蘑菇 大哥也不确定 可露西却坚持认为这是斯特干的 因为只有他知道 他们在海边的房子 也只有他知道 露西父母有采蘑菇的习惯 除此之外 露西也只告诉过他 该怎么辨别有毒的蘑菇 大哥劝他冷静一点 不要太钻牛角尖 随即便叫来了精神科的医生 后来母亲慢慢恢复了 可是却因为受到刺激 而变得神志不清 只能住到精神病院 而经历了亲人接连去世的露西 精神上也确实大受打击 他不仅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而且时刻盯着妹妹蒂娜 生怕她再受到一点伤害 可这对正处于青春期的蒂娜来说 却未必是好事 蒂娜不想被过度保护 她更想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可每次都会被露西阻拦 蒂娜对此怨念颇深 但好在还有大哥从中调和 这天 大哥和往常一样开车去上班 可他刚把车停下 就有一个壮汉冲了出来 直接把他拽下车 然后就是一顿暴打 他一边打 一边说大哥勾引他的妻子 还把所谓的情书塞到大哥嘴里 最后还是被医院的保安发现 才把壮汉吓走了 可大哥却因为受伤太重 当场去世 露西问警察是否有抓到凶手 警察拉莫说 凶手已经抓到 不过初步推断 是激情作案 嫌疑人声称 露西的大哥在和他的妻子偷情 并且还有两人的情书 可露西非常笃定 大哥绝对没有和任何人约会 露西问那些信件从何而来 拉莫说信件都是匿名的 但他们会尽快查清楚的 不过现在最紧要的就是要查清 男人是怎么从监狱里跑出来的 露西听闻嫌疑人是囚犯 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他告诉拉莫 操控这一切的人肯定就是斯特 使他利用和书迷的书信往来 怂恿了嫌疑人 他还先后害死了露西的二哥和父亲 拉莫有些不可思议 他向露西确认 是否就是那位著名的作家斯特 露西坚定的回答是的 他还让拉莫保证一定会去调查他 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自从露西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 他要自己想办法来保护家人 于是他拨通了记者雷伊的电话 12年前 露西也曾经给他做过助手 露西告诉雷伊 斯特曾经发表过一本对他口述的小说 之后便一炮而哄 可只有露西知道 在这部小说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一个复仇故事 露西原本以为惩罚已经结束了 可没想到他家人的死亡 却还在继续 雷伊听完这些 第一反应也是不可思议 可露西告诉他 十几年来 斯特一直在持续他的复仇 露西想过阻止 可是从未成功过 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但这次不一样 露西一定要赶在斯特动手之前 采取行动 他请求雷伊帮帮自己 另外露西还说 他看到斯特出现在母亲养老院附近 因此他断定 母亲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雷伊表示 那或许只是巧合 可露西的态度却十分肯定 他希望雷伊 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 然后去发表 可雷伊也有自己的难处 他现在不能随便在报纸上发表东西 所以帮不了露西 而且他们也没有证据 可以指控斯特 就算是发表了 也不会有人相信 露西说 雷伊只需要记下他的控诉即可 他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他 他只需要人们谈论这件事 让这件事公开化 之后如果露西再有家人遇害 人们会怎么讨论斯特 而且和斯特相比 露西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可即便如此 雷伊还是不能下定决心 况且跟这样的名人为敌 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可露西提醒雷伊 他早已没有退路了 雷伊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之所以一直受到排挤 最后无奈只能去做记者 都是因为他曾发表过 关于斯特妻女去世的文章 而且露西也相信 雷伊既然今天会来找他 心里自然是有自己的考量 两人正说着 蒂娜突然回来了 露西赶紧把雷伊送出去 他说蒂娜什么都不知道 当年事情发生时 他还很年幼 甚至不知道害怕是什么感觉 临走时 雷伊答应露西 会好好考虑的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名为 露西亚娜的缓慢死亡的文章 并且把它交给了主编 主编说文章写得很好 不过他需要雷伊 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 尤其是关于斯特本人的采访 有了主编的承诺 雷伊决定立马着手去准备 他先是去查找了 关于露西二哥救人逆亡的报道 然后又去了海边的房子 在这里 他遇到了露西家曾经的邻居 邻居告诉雷伊 他不相信露西父母 会把毒魔果认错 因为他们都对魔果很了解 邻居的话 也让雷伊产生了怀疑 之后 他又找到了处理 二哥案子的警官拉莫 拉莫说 那件案子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却很复杂 原因是那位囚犯 是通过守卫帮忙才逃出来的 至于斯特 拉莫也去找过他 他至今还沉浸在 失去了妻子和女儿的痛苦中 雷伊感觉 自己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但好在 他很快就接到了主编的通知 告诉他 斯特答应了采访 雷伊把自己的文章 拿给斯特看 可斯特看完后 只是云淡风签地表示 的确是一篇不错的文案 他说操纵人心 一直是露西的惯用伎俩 然后去勾引别人 人们一旦走入他的游戏 通常都要付出离婚的代价 不过自己付出的 要更多一些 雷伊问斯特 在他心里 露西是不是应该 为他的悲剧负责 斯特思考了一会儿 没有回答 而是把露西写给他的信 交给了雷伊 他说露西对自己的指控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是他一直在诋毁自己 雷伊问斯特的依据是什么 斯特说原因有三 疯狂 残忍和愧疚 愧疚是因为露西 作为一名牧师的女儿 企图勾引别人 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拆散了一个家庭 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神的说法 露西这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雷伊又问斯特 对于奈及其谋杀案的看法 斯特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沙滩上呢 斯特解释说自己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要提醒露西犯下的错 自己刚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可露西却可以和家人 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但除此之外 斯特不承认任何关于他的指控 他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年纪 根本没法和年轻人比 更别说故意杀人了 至于露西的父母 斯特给出的解释是 看过他小说的人 少说也有几十万 所以到底如何区分毒蘑菇 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最后露西口口声声说 是自己挑唆了那位囚犯 可他每年都会给各种各样的书迷写信 而且就连警察也证明他是无罪的 可雷伊还是不相信这么多 和斯特有着间接联系的事情 全都是巧合 斯特反击到 整体不只是部分的总和 就像是雷伊之前写的那篇文章 很多事情都有随机性 更何况露西是在十年间 失去了三位亲人 而自己则是在一天之内 就失去了两位亲人 这是常人根本无法体会的 接着他把雷伊带到了保丽的房间 那里有一段保丽生前的录像 也是斯特仅剩的一点念想了 之后他又把雷伊和露西怒斥了一顿 说他们是出于嫉妒和怨恨 才会不停地寻找存在感 雷伊被怼得哑口无言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是否真的像斯特说的那样 可很快他就接到了一所养老院发生火灾的消息 纵火犯是一位骑着自行车的疯子 什么有用的信息都问不出来 突然雷伊听到了露西的声音 露西说如果雷伊能把那篇报道发出去 她的母亲就不用死 雷伊这才知道 原来露西的母亲就住在这所养老院里 接着雷伊又看到地上摆着的纵火犯的行李 里面就有斯特的那本著名小说 从地狱释放出来的人 这下雷伊更加坚信 这一切就是斯特所为 回家后他把文章的名字改成了克劳斯特之死 可另一边 报社的主编看到雷伊十年前发表的文章 里面满是对斯特的抨击和批评 主编告诉雷伊 他不能接受有人把报纸当作私人恩怨的宣泄途径 尽管雷伊极力解释 关于露西的那篇报道和这件事无关 可主编还是坚持要开除他 晚上露西突然来找雷伊 请求雷伊帮他联系斯特 因为就在刚刚露西意外得知了 蒂娜竟然偷偷采访过斯特 而且还对他很感兴趣 露西吓坏了 他甚至好久都没缓过神来 也正因如此 他才会迫不及待的来找雷伊 雷伊说他可以带露西去找斯特 不过他今天可能会很忙 因为今天是斯特新书的发布会 但好在雷伊的记者证还在 他带着露西溜进了会场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露西问斯特 还要惩罚他多久 到底要他怎么做才会结束这一切 斯特说结束权一直都在露西手里 说完便看了一眼楼下 露西突然就明白了 他问斯特怎样才能保证 不会伤害蒂娜 斯特说他愿意用对女儿的记忆发誓 然后露西便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之后雷伊来参加露西的追悼会 发现蒂娜竟然和斯特在一起了 雷伊说他不知道这一切 到底是一连串的厄运 还是完美又邪恶的复仇 斯特说两者都有 可蒂娜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以他年纪都可以做斯特的女儿了 而斯特说蒂娜下周就18岁了 而且他自己似乎并不在乎年龄差 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偏见 例如他们都失去了亲人 雷伊骂斯特是杀人犯 禽兽 斯特没有反驳 而是提醒他 小新和露西落得一样的下场 至此电影结束 电影天怒以职场性骚扰的话题展开 里面又夹杂了很多的宗教和悬疑的因素 让人看得扑朔迷离 尤其是电影结局的开放式 更是引得人无限遐想 作者和女主亲人的悲惨遭遇 可能是巧合 也可能是谋杀 但就阿布莱看 还是觉得这两者皆有 作家的亲女去世是意外 绝非女主毅然的责任 而女主的家人相继离世 也很大可能是谋杀和巧合参半 毕竟片中曾多次强调 那些作案人员 大多数都是作家的书粉 而且作家也不止一次的告诉公众 自己失去妻子和女儿的痛苦 或许正是有了这些因素的加持 才会让那些书粉们 有的愿意故意配合 有的则是为作家打抱不平 而所谓的天怒更像是一种暗讽 明明一切都有迹可循 人们却还是更愿意 是上天的惩罚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